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传说唐朝武则天 冬日醉酒 命令百花开放 天下万物 豈能不知浸义 全浸口如 文武百官 初一神事 齐集御花园上花 结果当日百花齐放 唯独卯丹 抗子未发 武则天大怒 于是 卯丹就扁到洛阳 而在洛阳的卯丹 却生长得異常美丽 厌压群坊 因此就有了 洛阳卯丹夹天下的谜语 天香国色 善名狗 艳艳无味更可怜 至于落神运共赴 无人不下不茅丹 茅丹被认为花中之王 它雍容华贵 端葬秀礼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 被视为繁荣昌盛 幸福和平的象征 但我们由洛阳来到这里 为的并不是观赏国色天香的茅丹 而是寻购即即无名的茅丹筋 现在大家看到这一片 原来就是茅丹 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何我们平时见的茅丹 都是富丽堂皇 很漂亮 现在全部变成光脱脱的呢 原来药用的茅丹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收成期 它的入药部分 就是根部的表皮 通常双降之后就可以收成 所以现在你看到它呢 它已经自动下了那些叶了 使得它根部的养份 能够更加好保存 色香区阶的茅丹 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的同时 也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李时珍的《本草光》里面讲到 茅丹 以色丹者为佳 须结子而跟上生苗 故为之茅丹 茅丹自古以来 就有用根皮入药的历史 而它的药用部分 并明明为丹皮 柳子佑 茅丹有很多种类 那是否每一种都可以作为药用呢 不是的 茅丹有观赏茅丹 和茅丹之分的 观赏茅丹开得比较大 比较富丽堂 很鲜艳 茅丹的茅丹的茅丹 茅丹的茅丹比较小 比较白色 粉红色的 这些是茅丹的茅丹 选择栽培四到五年的茅丹 秋季相降之后 整棵挖起 清洗 看光之后 工人将里面所带有的木质心 仔细挑选出来 就是为了让丹皮的药用成分更加准确 不会因为木质心的重量 而减轻了丹皮的份量 整棵挖出来了 究竟入药是哪一部分 就是这些根皮 这些 这些 丹皮入药有什么功效呢 丹皮是性是寒凉的 味是辛苦 本草是河血 生血 凉血 用来治疗液毒斑铲和出血 变血 尤其是对皮肤的斑铲 特别有效 听说丹皮对于红斑狼疮症 都会有效 是的 丹皮是一种 丹皮分纳物质 这种物质对红斑狼疮的 发烧 关节痛 皮铲 是比较好的 红斑狼疮是一种涉及全身 多个系统和器官的炎症性疾病 皮肤 关节 神 和中枢神经系统等等 多难因为感染病而出现问题 狼疮 lupus 这一次是来自拉丁鱼 在十九世纪前后 就经已出现在西方的医学之中 因为大家见到得到这种病的人 在面部或者其他相关部位 反复出现环固性的皮肤损害 令面部变形严重违辱 看上去就好像被狼咬那样 红斑狼疮在古代医籍中 没有相应的病名 但各种症状在医籍中都有记载 尤其在医生张仲敬的根贵要略中 就提到他因阳毒 阳毒指他面色痛 好像紧纹那样 喉咙又痛 因阳毒指他面清 全身痛得好像被人打 中国国家医药管理局发布了 红斑狼疮的辩证标准 分为六个症型 热毒刺性型 阴虚内热型 肝神阴虚型 邪热伤肝型 皮神阴虚型 风湿皮型 医师根据各种阵营的临床表现 分别选用不同的治疗方剂和药物 一个都是中医对治疗 这种复杂的全身性疾病的优点之一 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于年轻女性 十至三十岁 但不要以为男士就不会有这个病 因为有一个调查显示 每十名患者 里面有一个就是男士 但是香港也有近一万名的患者 似乎还有上升的趋势 起居不慎 七情内伤 过度勞累 和阳光暴晒 都是这个病的引发因素 中医认为 丹皮具有清热流血的作用 而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丹皮分具有镇静催眠 抗菌消炎的作用 除了对抗红疤狼疮以外 丹皮对自由肌的抑制作用 能够将皮肤中沉积色素 还原退色 使皮肤增白 亦都能够消于化斑 看来 卯丹都喜欢和贪力的人士 共同分享美丽 卯丹 角色天香 雍容华鬼 俗意说 卯丹虽好 都尚要绿叶扶持 用来医治 红斑狼疮的卯丹 亦都一样 不过我们所谈的绿叶 就不是卯丹叶 而是一些毫不起眼的小草 其实我们要找的小草 就在福建这块湿润的河岸边 这些鹅卵石缝中间 随处可见 卫生你找到什么 继续草 它油油溶溶 好像一个马蹄形 春天的时候 会生长出白色的小花 就好像 味化继续 两叶字上面一样 所以它有一个很清新脱俗的名字 继续草 继续草可能你会不会 不过如果说它另一个名字 你一定会知道 它就是绷大碗 黄医生 绷大碗有什么功效呢 绷大碗 性微寒 微苦身 有清热 除湿 利尿 解毒的功能 我们广东人 喜欢用绷大碗 来煲凉茶 可以医治 由于湿液引起的 瘡羊 小便尺痛 和血缘等等疾病 绷大碗 用它的全草入药 一般採集了之后 除去了杂質 再洗净曬干 就是我们常见的中药 绷大碗虽然就是常见的草药 但是它在中药史上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而且它对于治疗 红斑狼瘡等皮肤病 都很有功效 绷大碗 也就是积雪草 含有积雪草菌 这种成分 对于治疗 皮肤病 和臃肿瘡毒 是很有好处的 它可以促进 皮肤组织的再生 和伤口愈合 所以现在一些商家 将它添加到化妆品里面 起到美白抗衰老的作用 臨床研究证明 积雪草菌 对于皮肤组织 有好的治疗作用 本草铜经里面 就说到崩大碗对于 岳瘡 用醉 浸淫 尺镳 皮肤尺 伸延 都有好的功效 崩大碗 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那服用崩大碗 有没有禁忌的呢 有的 因为崩大碗 性比较寒凉 所以 虚寒的人 少吃一点 如果说卯丹 是大加龟兽 那积雪草 就是小加碧玉 大加龟兽 沉寂内念 在治疗红斑狼瘡中 起重要的作用 小加碧玉 超丽聪慧 对红斑狼瘡的治疗 都颇有见书 两者相辅相成 事半功倍 其实中医中药里面的每种药材 都有各自的药性 关键呢 就是了不了解 会不会用 相信沙士之后 读上科学分析的香港人 都能够逐渐认识 中医中药的这个特点 沙士一役 很多传统中药 例如人心灵脂 板蓝根 尿效明显 令很多香港人 对中医中药的态度 都有改变 由抗拒到开始接受 由不信到半信半疑 这种转变 无论有多大 我认为始终都是一个 这种转移 没有 对 有点 词